哈喽小宝们,大家好,我是小浪 今天咱们来玩 我骂死3D版 在这个版本中和以往不同 因为是3D版 所以玩起来会身临其境 乐在其中 好,直接开始游戏吧 咱们第一把是船员啊 浪哥我不管是当内鬼 还是当船员 总能活到最后赢得第一的 不过出来乍到的 先让我好好逛一逛哈 你们瞧瞧这环境 就跟走迷宫一样 真的让我感觉身处在飞船里呢 同时呢 所有的玩家也是来自各个国家 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嘿嘿 就让我好好看看 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们水平如何吧 哎,内鬼关灯了 这个小子动手这么快吗 这位浪哥我知道 内鬼可能就在电视室的门口等着招人 但是好奇心还是不想我去看看啊 好,到电视室了 我先把电给修好 话说这也没有其他人呢 看来这内鬼就是想单纯的掐个电玩玩 没什么其他想法 咦,来了个深绿色 他,这是什么身份呢 我猜啊 这个小子是内鬼的可能性不大哈 不然这电视室就我们两个人 固难寡难的 他应该直接动手才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 当人家也在塞地 先不管了 我再去其他地方逛逛吧 我去,这谁给报警了 原来是这个小粉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啥头绪了 浪哥我分析一下哈 现在两个同伴已经没了 这个深绿色呢 浪哥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内鬼 还有 一般暴领人是内鬼的可能性也不大 排除我自己 也就是说 这个蓝色和紫色 很有可能就是内鬼 这,这干啥啊 我去 有人推出游戏了 导致内鬼直接获胜了 唉 看 浪哥我的推理已经是完全正确了 可惜啊 这个推出游戏的呱呱子 真不会挑时间啊 唉 算了 再来一把吧 上一把推游戏也太没意思了 唉 这把咱们是内鬼 哇 很好很好 这下 有你们传言好果子吃了 浪哥我的内鬼 是肯定不会让你们给抓出来的 现在当人见在CD 我只能先到处转转啊 只要当人见好了 我就行动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哦 CD好了 颤抖吧 小传言们 咱们在电视室挑管道哈 哎 看到个小蓝 很好 他周围也没杀人 直接动手吧 哈哈 小子 回家找妈妈去吧 哈哈 人不知鬼不觉的刀人 是当内鬼的职责 哎呀 怎么有人报警了 难道咱们被发现了 这啥呀这是 我去 怎么又有人退出啊 浪哥我这才刀了一个呀 这帮小子是不是玩不起啊 哎 搞了浪哥我都不会玩了 希望下一把 不会有人再退出了 开始了 开始了 哈哈 运气还是不错呀 又是内鬼 简直就是天选之子啊 不过也很可能是为了弥补我上一把的遗憾哈 不管是啥 浪哥我这把 都得更认真玩才行 既然被选为内鬼 就不能辜负这头险 还是老样子哈 咱们先到处看看 寻找机会 顺便和传言们混混脸熟 让他们记住我这帅气的打扮 待会投票的时候 也好给我几分薄面不是 好 刀人见好了 找人动手去喽 看到一个做任务的 哈哈 废话不多说 直接动手 然后再跳管道逃走 嘿嘿 这套东东下来 只能用行云流水之字来形容啊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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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平安队友干啥呢 当着别的面跳管道 诶 诶 看吧 诶 那边 诶 诶 但是那个我还是体验到了 第三视角玩太空狼人渣的感觉 也心满意足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